欢迎观看邮云说区快脸带来 市场总结 比特币跌至2.6万美元 但交易员仍然看涨 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周二似乎很少有人 对比特币的波动感到不安 因为按市值排名第一的加密货币 在周日首次交易价格超过28000美元后 跌至26000美元的水平 许多市场参与者相信 在下期休市后 零售和机构投资者将推高比特币的价格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 比特币BTC交易价格约为26937.67美元 前24小时收益为0.37% 比特币的24小时范围 25875.05美元 27117.95美元 CoinDesk20 BTC在小时图上的10小时 至50小时平均值之间 这是市场技术人员的横盘信号 由于在2020年 最后几天机构交易活动有限 交易员和分析师告诉CoinDesk 最近的价格走势很大程度上 是由散户投资者推动的 在过去的整个星期 像这样的假期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通常在假期期间流动性紧缩 加密对冲基金 MultiCoinCapital的负责人 Mabel壮告诉CoinDesk 这种热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最近比特币的兴起 以及至少在中国市场上 重新出现的零售兴趣所致 江先生注意到 散户投资者最近的交易活动中 有一些模式 有些人将替代币转换成 比特币和以太币 其他人正在寻找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 表现优于比特币的硬币 在12月28日 TradeBlock的每周市场评论中 这家加密货币分析公司写道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近期高点 是XRP流出造成的 TradeBlock表示 证券交易委员会 明确指出的仅有的两种数字货币 不是证券就是比特币 随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采取行动 针对瑞波实验室 Ripple Labs 声称其交易的是 非法证券XRP 之后 替代币市场的监管不确定性增加 交易者趁机将更多的监管性资产 比特币和以太币纳入其中 同时保持在有史以来 最强劲的牛市中 加密货币的风险敞口 然而 即使比特币的价格 在过去24小时内 跌破26,000美元 许多市场参与者 仍对未来几周 和几个月感到乐观 尤其是在假期之后 投资活动恢复之后 伦敦主要经济公司Bitcoin的研究主管 Denis Winnicroft表示 如果预期的零售潮来临 我希望在进入新的一年时 比特币的收费将超过3万美元 Swissport Bank数字资产负责人 赫里斯托马斯 Chris Thomas表示 上个月价格向先前的 2万美元阻力位移动 证明了这种乐观的观点 令人信服 尽管在那次上涨中 11月25日 12月1日和12月5日 发生了三笔小抛售 但由于对比特币的强劲需求 超过了出售的比特币数量 价格迅速恢复 托马斯说 自那时以来 空头一直不愿卖出太多 因为它们有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 以更高的价格卖出 我怀疑我们会在新年的头几天 看到26500美元 至27500美元的范围 从1月4日起 我们应该看到机构头寸 重新进入市场 活跃零售交易活动中的 以太币下跌 已是直计算的第二大加密货币 以太币 ETH 都而下跌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点 在24小时内交易价格 约为728.59美元 跌幅为0.47% 与比特币相似 尽管价格波动 市场对以太坊表现的信心 仍然保持乐观 目前 以太坊的交易量 比平均水平高出15%以上 这进一步证明了以太坊 正在上升 Extra美国常务董事 Guy Hersh说 我们预计第二大加密资产 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上涨 便可能在今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 超过800美元 一些比特币分析师认为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已经 机构投资者也将很快开始寻找到期货 尤其是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ME表示 将推出一个期货合约 2021年2月 这可能对期货的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兆头 Vinicrop表示 智商所即将推出以太坊期货 将刺激更多的采用 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 拥有自己喜欢的另一种 受监管产品时数字资产 持有多样化的金融机构 这与去中心化金融的 持续飙升相结合 将有助于ETH再可预见的将来跑赢BTC 零售交易商似乎也对以太币更感兴趣 因为分析网站地费Pulse提供的地费锁定总价值 TVL 截至周二达到144.7亿美元 从 低费的做事方面来看 我们看到的流量相当平均 稳定地流入以太币的数量 要多于相反的数量 我相信这表明 仍然有大量散户试图加入这一行列 香港加密公司OneBitcoin的交易员Peter Chan表示 他专注于低费交易 其他市场CoinDesk20上的数字资产 在星期二大部分为红色 截至世界标准时间美国东部时间4点 卡尔达诺 EDA 上涨7.89% ATOM ATOM 上涨3.77% 著名的失败者 瑞波 XRP 下跌22.39% 波场 TRX 下跌8.07% ChenLink Link 下跌7.87% 股票 亚洲股市日经225指数 收盘创下2.66%的历史新高 这是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签署了9000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救助计划后 自1990年8月以来 从未出现的水平 欧洲的富时100指数周二 收高1.6% 因英国退欧贸易协议 可能结束英国经济多年的不确定性 在投资者开始关注经济 重新开放以及参议院 是否会批准第二轮 更高美元的刺激计划之后 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周二 下跌0.26% 商品 石油上涨0.76%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每桶价格 47.98美元 黄金价格下跌0.31% 报1879.03美元 国库券 美国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二下跌 跌至0.931 没有关注的朋友 就记得点击关注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和关注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